G80M3 當G80M3剛剛面世的時候 大家把重點都放在鬼面罩 他們有寶馬越來越大臂 但我個人來說 我的重點就不會放在鬼面罩 寶馬的ultimate driving experience 才是我覺得真正喜歡車的人 最關心的問題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先試車吧 今天我們會先試山路 我們在M1的設定裡 首先第一部份我們會先選引擎 毫無置疑 力量一定越多越好 所以我會選擇Sport Plus 第二就是變速箱 即是波箱 波箱我都會選擇S3 因為我希望是最運動性高 最Sporty 效率最高最快的 底盤的設定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關乎懸掛的軟硬度 因為今天走的大帽山 路是有少許崩潰的 所以反而今次我會選擇Comfort 轉向系統我個人喜歡更加直接的steering feedback 我會選擇Sport 煞車也是 我希望有更好的腳感Sport 去到最後這個DXC的Traction Control 雖然這部車可以有10段的Traction Control 給我們調校 但因為今天是較早之前下過雨 駕駛這麼大馬力的後驅車 走山路 我穩陣一點點 我都會穿Traction Control 我們開始試車 或者我們都可以感受一下引擎動力 很厲害 很圓圓不絕 幸好開了Traction Control 否則真的會這樣先 這個510匹的引擎動力 其實動力真的很強 很澎湃 這個是絕對沒有失望 剛剛提到 幸好Traction Control的設定 我們再開了 因為其實今天地還有少許濕 就算我剛才進油 它的駕駛也不算太多 其實跟我一個運動性的駕駛 是可以做到一個互補 而不會被我太大的干擾 這一代M3 是選用了這個 8前速的Mtronic自動波波箱 去代替上一代的7速的雙離合波箱 其實雖然它是一個 扭力轉換器的自動波波箱 但其實它的轉波速度 和拖波保有的準性 其實都絕對是不會被 上一代的DCT波箱純實的 我們剛才的懸掛設定 我們選擇了Comfort mode 其實真的很舒服 是一點都不可以的 避震這個設定 其實就算路面有點Bumpy 也好 我的車都不會擠來擠去 都給了幾大信心 我繼續開油 大家都很關心 寶馬的Ultimate Driving Experience 究竟會不會在這款M3 繼續出現呢 答案是可以的 因為它始終都是一輛很好駕的車 但也好像我們剛才提到 可能它的電子元素是比較豐富 毫無疑問它是一輛好車 可能跟之前的E46 或者E30 M3比 它是沒有了那麼直接的 那麼Raw的操控感受 我覺得這個相對來說 就沒有辦法了 它科技進步了 車快了 好駕駛了 容易駕駛了 但是它駕駛的感覺 我也是覺得 之前舊的M3 它不會再強烈一點 看回我們身後這架G80的M3 不論引擎 波箱 懸掛系統 甚至迫力 都有大量的電子元素 可以供給駕駛者調校 就好比現在的高清數碼音樂 非常高清 分析力很強 但我自己 都是較為嚮往客家唱片的情懷 對於一些有電子科技陪伴成長的車迷們 可能這架新款的寶馬M3 是真的可以給你這個 Ultimate Driving Experience 但好像我這樣 從小到大都是嚮往一些很機械的操控跑車的朋友 可能這款新的M3 就未必是你的選擇